前不久这将蔡女士在方改家中旧房时找到了一张1959年中国人民银行面值10万元的旧存单 蔡女士的先生随即就拿着这张存单去人民银行得清之行兑换 但当地银行认为这张存单和存款值的怀疑拒绝兑换 蔡女士一家并不满意这个答案 她们目前想弄清楚三点问题 一这个存单是不是真的 二五九年的十万块币值是不是等于现在这个币值 三如果说是真的应该到哪去兑现 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得清之行拒绝回答只是说不好兑换 对于此事相关评论人士表示 如果银行认为这个存单是假的应该告知储户假在哪里 如果证明不了这个存单是假的就应该兑换 虽然人民银行在83年以后就没有个人兑换业务 但此前的业务应该由接续存贷业务的公行来执行